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两位化学硫酸灼伤的案例 硫酸灼伤案例 案例1 经过2014年6月10日在上班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硫酸所流经的地方皮肤上留下伤痕 当时用温水清洗后 马上用浓浆汤清洗 再用姜泥涂抹 因为处理及时且方法恰当 只用了14天时间即恢复 6月10日受伤当天 6月11日浓浆汤清洗 涂抹姜泥 前后14天对比 6月10日 6月24日 案例2 2014年5月25日在工作加料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肚子 大腿 膝盖 小腿多处灼伤 前两天没有重视 只涂抹一些灼伤药膏 病情一天天逐渐恶化 于5月28日在家人的陪同下 去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经过9天的治疗 每天吃药 打掉针 换药 也没见伤口明显好转 病人身上带的钱已用完 于是他出院回厂借款 6月6日当天的情况 小腿部变化 6月6日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6月16日 6月27日 肚脐左侧对比 6月6日 6月19日 处理的方法和过程 清洗伤口 撒姜粉 简单包扎 处理心得 同样是硫酸灼伤的两个案例 处理方法是否得当 是否及时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一个经过14天完全康复 另一个处理不当 整个过程达30天至久 感恩张一师的原始点 感恩张老师的姜粉 太好用 也太受用了 深信者得意 愿大家都能勤加善用 一定会收到惊奇的效果 那我们从你看一般的内外伤 一月一至七天 你看那个肝手症 比较浅层 那再深层一点像烫伤 或是硫酸灼伤 那修复的时间就要更久 那如果再深层一点 到更里面的组织呢 甚至到骨头 那时间就要更久了 我们一到三个月 我们来看一个脑震荡后遗症的案例 脑震荡案例 我要感谢张召汉医师 给我们机会学习 延时通点疗法 那是在2011年5月13日 我和太太参加了张医师在美国 延时通点疗法的五天课程 在第三天的清晨 我在户外做健身运动脑退走 结果一不小心蹲时失去平衡 后脑着地跌倒下去 我迷迷糊糊 好像失去了知觉似的 醒来发现鼻孔流出一些血 我自己人觉得还可以走回宿舍休息 过了一回合 头部感觉到又晕又痛 开始反胃突了起来 张医师帮我按了之后 就感到好了一点 可是头还有痛和韵 张医师说按了之后还有痛 就肯定是头部组织受损 最怕是有了雨血 就必须24小时做温敷 喝人生姜汤 早晚按一次 如果三个月不好 六个月一定会好的 开始了头两天 不想吃也不想喝 眼睛也看不清楚 背部很痛 背部做了岩石通点疗法 一个星期之后 背部不痛了 胃口也好了 经常的打嗝也没有了 继续按了第二个星期之后 头不痛了 温敷就减少 人生姜汤还是每天喝 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 可是我的心里好想知道 我的头部到底怎么样 太太要我等好了才去看 因为照CD scan的上色线很伤身体 两个半夜后 我去照了CD scan 医生很紧张 说我的头乳裂了 没有雨血 但肿还没有完全消掉 要我明天回去看报告 医生并说 我的阴气真好 才没有雨血 没发生大事 结果医生又说 没有什么好治疗的 三个月后 头晕也好了 可是修觉还没有完全好 医生可知道 三个月来 我的太太为我连续 每天做 岩石通点疗法 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感谢张医师的无师教导 教导我们新的 简易的保健方法 岩石通点疗法 谢谢 其实这个严不严重 非常严重 因为它当初摔下去又流鼻血 然后揉完又痛 那确定是里面一定真的出问题了 那我是建议不要去医院 因为这个本来就可以修复的 那最后证实我的判断 应该也是对的 最后去照了之后 也知道它头壳裂了 那这个脑出血 摔到脑出血 而中风的症状多不多 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那很多去检查就开刀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也是手术后遗症 脑中风后遗症的案例 开卢手术后遗症案例 厦门彭先生 2009年10月9日 脑出血中风 做了开卢手术 手术后瘫痪在床 无法站起 2011年底 遇到原始点时 双腿肌肉已萎缩 彭太太认真学习原始点理论 及手法 帮她按推 经过一年的努力 开卢手术所造成的后遗症 已有大幅改善 将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老公就突然这样倒下去 也去动手术嘛 医生从手术完出来 跟我讲说 你老公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她的讲话 是要你先叫小孩子一样 一句一句地叫她 一手一脚就不能动了 在床病室住了14天 然后又到普通病房住了 可能20几天 总共可能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来出院 嗯 其实哦 我在中风时候 我自己讲话 跟讲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自己听不清楚 对 我现在 我老婆每天按摩 又是聊吧 现在 他一天可以爬一百多层的楼梯 家里现在都一整起来 这个地方走路小贴是什么 每天早上跟到晚上一整天 现在目前爬楼梯60层 每个半小时 差不多客厅 走路走路 差不多放眉梅 不要放手环 走路 差不多 撕探 等它再每半个小时 再划山 嗯 那扶扶扶扶扶手划山这样 扶手 出去学义寻 划山 划手 眉梅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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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拍下来真的 每半小时划手 三十件 我每天都按功课表 要自我要求 太乱了 好 好 OK 2014年5月15日帮太太推柔 2014年8月1日晒衣服 2014年8月1日更换衣服 大家在看这个案例 他脑中风手术之后 就瘫痪在床 手脚也慢慢都萎缩了 最后他太太虽然很努力 然后患者本身也用力在运动 结果他完全恢复了吗 没有 尤其他右手 你们有注意到 根本还是贪的 年纪也挤不起来 那经过这样半年以上的复健 也都没有效 这个就是我说的 本处抵伤 经过六个月没有效 那属于男子之症 简单讲 像这样要好 除非奇迹啦 那你们一路看下来到脑症当 这一个患者 他嗅节最后是六个月内 也完全恢复 那再看看想想 星巴威 金巴布威的乳癌患者 82岁有没有 他烂得很深 烂到里面 他也经过五个月 才慢慢完全修复 像这种比较严重的 一般三到六个月 都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连一点点进步都没有 那你就知道 后世很难乐观了 好 那我们本处体伤 大致就介绍到这里 辨明体伤位置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绝大多数病症 是由他处体伤所致 而与患处 一级本处无关 从经络穴位 到阿氏穴 再到原始点 其实都是为了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而设的位置 也因为在辨明体伤位置之后 才能决定外热源的使用原则 此集 输他处体伤者 温敷应以原始痛点为主 患处为福 输本处体伤者 则反之 因此 医疗若不知病症 可由他处体伤所致 或者错认其体伤位置 就会误入歧途 延误病情 好 我们说症状 要变得不是状 因为状 用眼睛就可以确定 是不是本处体伤引起 那一定要经过按推 而确定 它是属于他处或本处的 一定是属于什么 病症 因为病症有分三大类 一个叫什么 组织不适感 就是不适合疼痛酸麻痒这一类 一个叫症的功能混乱 呕吐腹泻咳嗽气喘之类 那还有一个什么 症的体力虚弱 那这三类 你一定要经过怎么样 按推才能确定 而且病症的体伤多数什么 他处体伤所致 好 那这里有说到说 从经过到阿世蟹到原始点 都是为了解决什么而射的 他处体伤而射 我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这些针灸穴位 不是要解决本处呢 因为本处体伤 如果是属壮 我举壮就好 壮的组织受伤 你按推或针灸穴位 他伤口会不会马上有改善 不会的 所以这也是中医为什么发展成 一针二灸三用药 因为针可以解决他处体伤的病症 但不能解决本处体伤的病症 本处体伤一定要重用内外热源 所以这样看来中医之所以会有一针 二灸三用药 很显然 灸跟药是要解决什么 本处体伤的问题 那针是为了解决什么 他处体伤 那皇帝内经就一开始 就设了14条经络 还有三四百个穴位 很多中医师也在读啊 读了能不能了解他的意思 到底这些针是为解决什么而射 如果是本处体伤 也就从患处下手 那根本不用这14条 为什么 你头痛就扎头就好了 眼睛痛就扎眼睛 膝盖痛就扎膝盖啊 也不需要这些三四百个穴位 还有14条经络 那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找出开关 比如你胃痛 很多人就学过针灸的就知道 那扎竹三里 你心脏不好就扎哪里 内观 诸如此类 就是去找开关 但是喔 是不是每个医师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问题了 你看有人头痛喔 你去找医师 他当然也有人扎手 也有人扎脚 各个部位 每个人习 医师习惯的部位都不一样 但也有人怎么样 头痛 有没有扎头的 有啊 我也看过很多头痛 然后医师进去 扎了很多针 然后出来一看 哇 像刺蝇一样 有没有扎个满头都是喔 这样我也看过 那这个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头痛扎头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错误其实蛮普遍的 包括我以前在诊所针的时候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譬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眼睛痛的来 那我当然有扎手啦 什么河谷起磁啦 这一类 但是我也帮他扎哪里 精明线 他扎了喔 差不多留针 差不多十几分钟 我就把他出针了 患者直夸我 他说哎呀张艺兴你也好厉害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扎眼睛 然后一抽出来竟然眼睛不流血 所以你好厉害 那我问他眼睛有没有好 他说没有 好 原来是我技术好 但是怎么样 疗效不怎么样 但医学重视的是怎么样 疗效耶 所以你看我以前也哪里痛 也曾经这样扎过 甚至很多医师也是啊 膝盖痛啊 扎肚皮啊 这个很多都知道了 那很显然 就是哪里痛扎哪里 也许你们会问真的是这样 你们想想看 你们膝盖痛 现在你们已经清楚了 膝盖痛的开关在哪里 屁股 你看早上有两位都是腿痛 我都揉屁 那揉好了 那很显然他开关就是在屁股嘛 那如果真的要贴药布 应该要贴哪里 一定贴屁股嘛 因为开关嘛 那你要温敷嘛 所以我们的温敷 一定温敷在屁股嘛 但是如果你去找中医师 他膝盖痛 他给你药布 中医师会叫你贴屁股的 有吗 没有 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所以很显然嘛 你看这样的错 那是普遍性啊 所以我才说 我在真我太太胸部痛的时候 我附近也有扎针啊 然后手屋也有扎针 但是效果就是不好 我也犯了这样的错 但你看喔 从皇帝内经就已经很明显 就是在找开关 因为患处你根本不用找 你就在附近扎针就好了嘛 事实上不是 好 那这样针灸学一路在发展 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突破的 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孙师廟出现 唐朝的孙师算是大一家喔 他也是吃过筋肉这些的苦 为什么 当有一个患者腿痛来 他用筋肉穴位扎针 半个月没有效 那没有效 他开始思维 哎 筋肉穴位没有效 那或许还有一种方法 他就开始找 就是避开患处往上一直按 然后问患者会不会痛 然后患者一直摇头 直到有一处按下去患者 阿一伸 他就从他叫的那个位置 按压的位置 直接扎进去 效果特别好 所以孙师廟讲了一句话 他说 阿是蟹 彼此是经过任何穴位 还更有效 这是他的结论 而这个不是我说的 孙师廟说的 那这个说法对中医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为什么 理由有两点 第一个 他是找阿四线对不对 而这个阿四线不是经络穴位的任何穴位 这是第一个 表示我们一般学经络穴位 反正就是先背经络 背穴位 然后就在那里用 他不是 他是找患者感觉最痛的 而去下针 这是第一个突破 第二个突破 他避开患处 也就是他不在患处扎 他说避开患处往上找 有没有 这个跟原始点 下病上起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避开患处这一句话 更明确的点出经络 也就是一定不能在患处扎针 这个是孙师廟针 把它明确的定下来 这个如果当时候大家知道 就不会像现在很多医师 还在患处扎针 还在患处铁窑部 因为病症多属他处体伤嘛 所以经过发展的几千年 就是为了解决他处体伤 那到唐朝孙师廟 把它明确的说出来 避开患处就不能再患处下手 真的有人读懂吗 我也不知道 再来我也是糊里糊涂的 就开始学针灸了 也背皇帝内经了 也开始应用 但患处也扎 他处也扎 因为我没有知道说 病原来还有分他处引起的 还有分本处引起的 那不管他处或本处 都不能在患处扎针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好那孙师廟这样大的突破概念 照理对中医应该掀起了一场医学的 进步才对 但是呢很快的 只有他发表之后 再来没有人应用他了 因为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阿四泻他的位置不固定 你每一个患者来都要找 那不一定找得到 但我早上示范给各位看 阿四泻 事实上他反应在身体 只有一处吗 不是喔 很可能好几处都会有喔 有没有 像你看手腕痛 我早上就示范给各位看 他左部有没有痛点 肩部有没有痛点 有 所以阿四泻 原来在身体上 很可能有好多处 即便是这样 一般医师也不一定能找出来 即便你能找出来 每一个患者你都要找了老半天 那你一天才能看几个患者 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下 孙思苗的发明跟创新 就后继无人了 因为阿四泻 他之所以不被应用 就算他的位置难找 但是我把全身的开关全找过了 花了五年 我终于确定 真正会出现阿四泻的位置 在哪里 在一条脊椎 奇速原始点上 那这样就方便你怎么样 大家的应用啊 你就不用再为这个困惑了 哎呀这个腿痛应该找 阿四泻在哪里 然后按了老半天 如果腿万一按不到呢 难道你要按背部吗 背部如果又按不到 难道你会按前面吗 那前面人家女孩子愿意给你按吗 所以种种问题就会出现 所以才说真的针灸到唐朝孙思庙之后 真的整个理论就停顿了 之后也没有再什么任何的创新了 那经过我说找了五年之后 我确定开关在那里 而且我进一步又把阿四泻确定 它不在一处 而可能在多处 所以开关不只只有一个 但是都是开关 你一定要把它分出 什么是大开关 什么是小开关 因为如果你不分的话 当然都有效 就像我按这里 肩部原始点它手腕有没有改善 它也说有啊 但是如果我再放它按 肘部原始点它又说 哎呀更加好了 也就是如果一般人 遇到一般的针灸医师 有一定功力 他也觉得他不错啊 真的都有效啊 但如果遇到高手 哇那个有效度又提高的时候 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要的就是大开关 那也把阿四泻进一步把它怎么样 固定化了 然后再换处往上找的开关 就是我们要 那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啊 因为它很自然 你手指痛往上就是手背 好 手背以上的到手肘 就是手肘的开关 那手肘以上到肩部的 就是怎么样 肩部原始点都在上面 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忘记的啊 那开关它是有这样规律性的 这样就方便了 也就是之前大家 不容易找出来的阿四泻 被确定之后 哇 这下子就大突破了 为什么 因为大开关找到了之后 只要你不用 只要你按到那个痛点 根本不用针 再进一步就这样揉就有效了 好 所以对我们的针灸 确实是一大进展 那这个也反映到一点 为什么 你看喔 那个痛点按了 特别痛 然后你只要揉九秒钟 我现在已经都估量了 九秒钟就胜负已定 高手就在九秒钟 你说我们的针灸 包括你拿酒精插四 然后再针留针 然后再叫患者走 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已经可以处理 可能十个患者了 你看一处 我也说过 如果他是一处一处 那一处要多久 九秒啊 再舒缓一下 然后揉完 然后叫他温呼回家了 可以 所以变则很快速也方便 然后又不用针 把中医进一步推向 诊断跟治疗去了 这完全结合之后 这一个诊断加治疗 我只能说 变成一个照妖镜 医学如果会出问题 你从这个过程中 马上可以看到 我说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患处不能扎针 对吧 患处如果是他处体相 不能贴药部 贴了效果也是不大 这个已经也把它确定了 然后进一步的 再把热源也解决了 热源很多人说 那温敷应该温敷哪里呢 一般如果没有原始点 都随便贴了 哪里痛贴哪里 一般临床上都是这样 但是有了原始点 你们就不会了 膝盖痛 揉了有效 你们一定贴哪里 屁股 那你看如果乳癌 像壮的组织受损 要温敷哪里 因为那个你揉肩部原始点 或背部原始点有没有效 不可能有效 因为揉完它伤口还是在 所以对于壮的组织受损 也就是本处体相 是没有效的 那没有效 我们温敷在患处还是他处 患处 我们的姜粉一定撒在乳癌患处 不可能撒在背部 你们会撒在背部吗 或是烫伤那个明明状的组织受损 脸烫伤你撒屁股 脸会不会好 一样的嘛 所以一定是撒在患处的 这样就可以再进一步的 把二揪也就是中医的一针 你看一针已经可以分出 定症是由他处来或本处引起的 然后再用到揪的时候 又可以把揪怎么样 进一步定位怎么应用 以前揪也没有 都是在患处揪 不可能在他处揪的了 那进一步就可以说 分出到底这个是他处 还是本处引起 如果本处引起 温敷患处没有错 但是问题病症多属什么 他处啊 所以这个揪也应该是在他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再进一步就演发生 连揪也有诊断 诊断加治疗 所以这个医学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一针也必须要有 然后揪也必须要有 这个诊断 那到了三用药的时候 当然中医有很多什么辩症论诊 我们后面再谈 这个我就不说 那我们就变因是 只要刚刚照我前面早上讲的 你把疾病的主因 到底是体伤还是热能不足为严重 把它分出来 你治疗的原则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这整个的诊断跟治疗 完全已经紧密结合了 这个对医学我说是一大突破 一大贡献 不限于中医 对西医也是一大刺激 为什么 西医检查 你看一个头痛 它可能检查好多天啊 它可能前身什么指数什么 还用断层扫描都帮你扫描 但对我们而言 头痛要检查什么 头部原始点揉一揉就知道了 到底是塌处还是本处 如果塌处揉一揉就马上有效 当天 而且时间很短 可能几分钟内 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来 像我那个脑震荡 我揉一揉 两三分钟我就确定 它一定是里面撞的组织受损 最后结果呢去照 有没有确定 确定啊 头壳都已经破裂了 所以我们的诊断已经怎么样 快速的弥补西医的不足 那他们诊断出来 治疗又是另外一套 治疗也未必会好 诊断完跟治疗是无关的 那我们是诊断跟治疗是有关的 这样的概念 省掉了很多医疗成本 然后对民众也更加有保障 然后民众也会更加笃定 所以我说谈到这里来 我觉得 这个是前所未见的一大 医学的一大进步 这个也引发了一点 你看喔一个病症 它有分他处跟本处 竟然医学没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中医师患处也可以扎针 他处也可以扎针 西医更在患处下手 因为我们很多都知道 他们是头痛自头脚痛自脚 从活下手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体伤位置 你是很难解决这个疾病的症状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 变体伤位置固然是原始点最重要的诊断步骤 但即便舍此环节 而是通过观察与询问 了解病症的体力变化 与其他症状的表现 仍可诊断出病情的好坏 及症状的轻重 以供临床参考 好我们刚刚讲 按推原始痛点是诊断 治疗加诊断 那好 这一项我们不用 有没有办法诊断出来 病情的轻重 还有好转与恶化 有没有办法 有我们这里很笃定 如果以中医来看 他要研判病情的轻重或好转 他必须要借助什么 试诊心法 也就是望闻问切 你们听过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好那望闻问 望就是看你这个脸色啊 体怡态啊体表啊种种的变化 那我们呢 我们望需不需要 当然也要啊 因为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怎么样 这是症或状 对不对 如果是状的组织受损 那很显然他一定有破皮流血化容 或皮肤病 好那如果没有 症 你要研判 他病情的轻重 就要进一步再怎么样 问他 问他哎呀你怎么样啊 人怎么样啊 好这种种 我们不要用按推的 好用问 就是这些文官跟文问 我们这三种就可以研判出来 后面我们开始会讲到 那这个跟中医 望闻问切 其实有怎么样 相通之处 为什么 因为中医试诊心法也是 望闻问切 它的切就是把脉 我们他 我们是按推什么 原始痛点 就是这一项不一样 但这一项是 却是怎么样 最为重要 好那我们利用这三种 就是中医的望闻问 我们来看 我们如何来研判病情的 好转与恶化 好我们看下一段 病情好转与恶化的辨别 主要是通过观察体力变化而定 不言而喻 治病最重要的目的是 为了保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而体力不仅可反映热能状况 也是身体免疫力 自愈力的代名词 更是生命力的象征 故研判病情或治疗疾病 病症的体力改善 远比其他症状的改善 更为重要 也就是经治疗后 不论症状有无改善 如见体力渐渐充足 则属好转现象 最后必可化险为夷 脱离病苦 反之 如症状虽减轻甚至消失 但体力却衰退 则非夹照 需提防病情突然恶化 好 这里把它都点出来了 为什么好转以恶化看体力 我们早上也讲到 就是生病它有两个层面问题 哪两个层面 一个组织器官运转的层面问题 一个是什么 能量层面的热能不足问题 那我说过了 死人它的组织器官在不在 都在啊 完全跟活人一样啊 那为什么它不能运转呢 没有热能了 那热能反应在外的就是体力 也就是死人有没有体力了 如果死人还有体力 那还叫死人吗 所以死人肯定是没有体力 所以我们治病的目标 是为了解决疾病呢 还是为了保命 有没有人说 我只要病好了 那命丢了也没关系 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你命丢了 你病好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就好像肿瘤把你割起来 割的过程中 人就死翘翘了 那手术是成功的 只是命也走了 你要这样的结果吗 显然你们是不愿意的 但是我如果不讲 你们去到医院 会这么明理的跟医师讲 我治病你不要把我医死哦 这是我第一要 你先不要保证我不死 能够走得出去 我才给你医 你敢不敢这样要求医师 但医师肯定 一定说啊 我保证你活得出去吗 他们也不一定 比如你肿瘤来 好他说要赶快手术 你说好 我给你割都没关系 你保证我能够走得出去哦 医师会不会跟你保证 他不但不会保证还叫你怎么样 窃窃书 万一真的走不出去 你也不要来怪我 找你们家属来饶我 对不对 所以刚好是相反的 他们治病而不保命的态度 已经很明确了 那你去医院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是要命还是要病好 我相信如果这一次进去就走 被躺抬着出来 肯定你们不要去 所以治病应该是以保命为主 没有人会笨到说 只要病好了啊人死了都没关系 但是你们在医院 你们就不是这么想哦 你们会说 哎呀反正好吧 牵切结束就切了 就切了吧 写一写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反正人总有一死嘛 结果你死了家属 有时候会不会难过 难过啊 我在安宁疗房 我们台湾啊 我待了将近十个月 就陪我太太 那段过程我也看到医疗纠纷 患者说明明手术 你说希望很大 为什么一个礼拜就死 医疑跟他怎么回答 是啊 来你们都有签名的啊 那你签名的意思是 叫我把肿瘤割干净啊 那我也割干净啊 只是他走了 所以我手术是成功的 只是病人走了而已啊 你不能怪我的啊 我听他们的吵架 我大概就理清一点 什么理清什么 医学保证 我把你的病治好 但是不保证你能走得出去 这就是现象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什么 手术成功 只是病人走了这一句话 我相信你们不愿意听 但是我看到的就很多 化疗也是啊 化疗了半年 结果 人一直消瘦下去 全身无力 然后症状越来越多 但是医师拿 断层扫描给他看 你看你本来肿瘤五公分的 现在缩小成一公分 患者还怎么样 已经都快剩下一口气了 还勉强挤出微笑的 跟医师说 哎呀感谢你啊 然后明天就挂了 这样的患者我还看到欸 真的啊 看得太多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病人只要求怎么样 医师把我的病治好 但死了太愿意